因为感冒之后呢 会使儿童的阴阳丈夫发生失调 婴儿会加重抽动症 会诱发抽动症 另外呢 感冒会使敌眼了 咽眼了 这些炎症长期的存在 当这些炎症长期存在的时候 如鼻炎呢 就会造成儿童吸鼻子 出现咽眼这个长期存在的病症呢 就会出现轻嗓子等这些症状 如果合并了紧膜炎呢 幻儿会出现眨眼这种症状 所以对于幻儿感冒后 出现了眨眼 轻嗓 时间长的干咳的时候 家长就要注意了 是否病发了抽动症 所以对于抽动症的患儿呢 家长更是要注意预防感冒 在感冒多发季节 如春秋两季 要注意给儿童多传衣物 预防感冒的发生 这样对于 对于 这样对于 这样对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